我们现在会玩ConfigMap这个Object 其实这个idea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的建立一个Application的时候 你会想把ConfigSetting抽出来 这样可以share in整个Kopernati的Caster 其实对于它来说的做法就是 你弄了这个Object之后 然后再建立一个Wallium 然后整个ConfigPath 让它用大致上就是这样 就是抽Config 你记得秘密东西就要用Secret 就不要用Config 第一件事 其实你可以用自己的mini code 或者用Online托使 我继续用KatarCoder 这样就要玩 如果你玩这个就好玩 可以加几个人 但是这次其实没有分别 所以你都不想搞 或者看多一点 定义上 ConfigMap就跟你说 你想保持ConfigMap 你想保持ConfigMap 可以保持ConfigMap 就会用ConfigMap 这里是另一个 那我们现在看看 其实这个之前玩的 就和我们设定好 今次这个要做 就要建设Caster 然后CasterInfo 我们去看看 你可以试一下 打一下 打一下 打个B control 然后get下Nodes get下Nodes 看看这个有什么Node 其实这两部相机 其实它帮你形成了 看到有个Master 还有这个 那好了 其实大致背景是这样 我们可以玩玩 ConfigMap 但是这个例子 这个是玩不到的 就是这些东西 它就不能够 所以我们需要 webget先拿下来 先拿下来 我们才能再走多一次 那我们就 wget Ctrl-shift-v 那它先拿下来 接着 那这个Command 因为它拿下来 那份File 就不是HTTP link 其实不是HTTP 那我们就放下来 那你就看着 CreateConfigMap 叫什么名 什么File 那就是Reddisk 那就是Reddisk 的Config 那它已经成功了 那其实可以看个File 其实File 那就是基本的 就是一块Data 就是一块Space 就是一块Space 然后隔开它 KeyValuePair 那我们现在做到这里 那其实呢 就可以够 找到一个ConfigMap 来看一看 接下来看一看 那其实呢 如果你这样看 就是这个Kubernetes 的Object 用YAML 给你看到 就是 哎,Config就好像有File 其实这个File 就写进去 那就是两个Value 那我们就 看了这里 那其实 我们就想 Deport一个Pops 有一个Pops 那其实Pops 是一个Reddisk 的Application 就是Cache 的Application 那其实它 就 怎样用这个Config 呢? 那其实你就会 你看一下ConfigMap 其实是当一个Value 那就是Config的Value 那就是ConfigMap 那就是Object 然后呢 Key就是Reddisk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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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块东西 就会对应 在一个File 那样写 它就叫做ReddiskConfig 那就会写在 这个Logging那里 那那 那其实都有解释的 那就是 我现在给它了 但是 之后你计回一条数 再计回一条Path 它就会把File 在ReddiskMaster 这个Logging那里 那它就会读 那那我们呢 就先复了它 那这个呢 就可以用HTTP 这样整个Logging 拿File进来 那上面 那我们现在呢 就create它 那份File 那其实之前做的Logging 就没有好笑过 那份File 不过其实正路来玩的 一定是这样 整个File Props啊 Surface啊 Deployment啊 那你组件组件组件 走个File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那现在呢 整完之后呢 你见到它 create了啦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其实呢 它可以Log进去的Props 那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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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先进去 那进去呢 其实想看下 config 又不进去 因为那config 做我们看下 个个 max元重 memory 上面我會探索給你看,Maximum memory,Maximum memory policy 我們現在就收拾,然後拿回setting來看 拿回setting來看,那就這個,就是get memory Control ship V,那就看到了,那個值出來了,有roll,打寫下去 跟著你一樣,第二個也看到有的 OK,其實這裡就完成了,這個環境可以讓我來試一下